所以說 本可以變黃金 提前鄉親 不能太過打算 不能融會事物 我的關心在台東的消息 現在台東流這個進行是什麼 一個氣球的加連煩 日子就是頂禮拜六 剩出狀況 有一個氣球 降落在哪裡 降落在客房 客房的地方 在氣氛園 冠軍 到三天用手法 將幾個氣球慢慢流 流去反比比較平的地方 不要說讓這個氣球調勢 管政府 管理處是說 就是平的地方 都是一個氣球 可以降落的地方 因為並沒有固定飛行路線 這飛行館也都受到專業的訓練 所以說可以確保到大家的安全 一邊點火 讓這個氣球 稍微看體型的管道 鋼造金館把所有牛奶 拚死給牠拖去反比 飛行館發揮專業的技術 加上鋼造金館到三天 把電子的牛奶到客房 比較平的地方 鋼造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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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氣球並溫慶館 當時沒有就由親眼睛看到這個過程 瞬間的突然間降落了 然後我們以為它是有一點點就是 機器或是人為操作上的異常 降落點由飛行員來找最適合的 那可能當時的風向的因素 風向的因素 不降 把它吹到那邊去 管政府管理處表示 因為這氣球 它沒有固定的路線 只能控制庆館還是降落 要向哪裡飛 要靠方向來判斷 那是有降落的輸球 只要是比較高的地方 不管是大路 餐裡面 或是鋼包 都可以選擇 自由飛行的時候 沒有一座地勤 現在 在旁邊到三天 一定要保證整個飛 熱氣球的行程 都是平穩更安全的